上午八点 雾气阴晕之间 王万斌早已起床 给小猪调配饲料 是他的日常工作 冬日的温度太低 小猪们总是蜷缩几团 以肉身温暖彼此 天生拥有一副黑眼圈的他们 名为融昌猪 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因其适应性强 瘦肉率较高 成为国际公认的宝贵猪种资源 是世界八大 中国三大优良地方猪种之一 融昌猪肌肉呈鲜红或深红色 大理食纹清晰分布较匀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脂肪 早在先秦时代 猪肉就构成了古代中国人肉食的主要部分 跨越两千年后 味蕾基因依然存留着对于猪肉的渴望 猪肉至今都占据着 中国人日常动物蛋白质摄入的最大份额 重庆和猪之间的不解之源 最早在汉代时就已牢不可破了 到了明清时期更甚 重庆地区的很多县制上 猪都成了当地特产 四季轮回里 除了最平时的小面 鱼香肉丝 水煮肉片 回锅肉等川鱼一带的家常名菜 都离不开猪肉 猪肝猪肚猪心肺 粉肠瘦肉 隔字肉 刨猪汤没有主角 精肉内脏 平分秋色 热锅下油 葱姜爆香油底 再下入粉肠 心肺等各类食材 炒熟之后 加入提前调好的高汤 所谓刨猪汤 并非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通常是在过年之间 主人杀猪请客吃肉 图个热闹喜庆 边吃边聊 联络感情 恰到好处的味道 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候 正如诗中所言 待他自熟 莫催他 火候足使 他自美 夹沙肉 又名甜烧白 夹在中间的沙 为红豆沙 夹沙的肉 为五花肉 五花三层 一层层的精盈 搭配着一层层的鲜红 切片但不断底 为夹沙做足准备 糯米 在夹沙肉中 隐匿起自己 作为主食的身份 甘愿退居二线 做一个不可缺少的配角 上笼蒸制二十分钟 直至五花肉 变得软糯即可出锅 肥瘦香蕉的香 与甜蜜细腻的甜 二者合一 藏匿在其中的 并非秘密 一切隐秘 却又坦然 不可否认 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占据的地位 非同小可 毕竟家的象形文字 就是屋顶下有猪 不管是甜香细腻的夹沙肉 亦或是油亮光洁的烤乳猪 再经过了几千年 这种与猪肉的亲近感 似乎已经写入大部分人的基因里 哪怕只是普通的猪肉末 也成为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粒香 在川鱼地区 年味的开启 往往是从做香肠开始的 为了丰富年夜饭 文件早早地开始做起了香肠 前腿肉是制作香肠的最佳选择 因为猪的前腿运动频率较高 所以肉质更加鲜嫩细腻 肥瘦比例也恰到好处 料酒去腥 白糖提味 重庆人的香肠里 麻和辣是永恒的主题 将所有调料和匀之后 便可将肉灌入长衣之中 食物是对人最善良的味界 这一根小小长衣 所包裹着的世界 收藏了我们 所有想象得到的美好 刚灌好的香肠 肥肥壮壮 撑得长衣脏骨骨的 这时 需拿牙签在肉肠上面 戳一些小洞放器 文件在分段的时候 母亲蓝红英 已为熏香肠做好了准备 柏树的枝鸭 叶蜜腌浓 橘子皮和柚子叶 可以给香肠带来果香 被点燃的植物们 散发出不同的香气 烟熏火燎 鸟鸟鸟鸟 鸟向猪肉 这样简简单单的香肠 就是烟火人间 也是过日子的平常琐碎 只要给予了时间和耐心 便能做出高人一等的美味 铁筒上熏着新鲜的香肠 而灶台上的文件 也在忙前忙后 准备着今天的晚饭 对于重庆人来说 一盘热腾腾的粉蒸肉和香肠 都能够打造出实实在在的年味 临近过年 亲朋好友也从外地陆续回到家乡 纵使鞭炮还未放下 但心中对于新年的期盼 也愈发浓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